今天為大家自駕車請 CNW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歐洲 光那個排氣回家 C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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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一次試駕納智捷的URX 我曾經語重心長的講了一些話 我就說 納智捷跟購車制 大概都是 差不多同時 出現在消費者面前 13年多快14年 我創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納智捷也剛剛誕生 我大概是 除了車主以外 少數的 不管是同業 又或者是消費者 我希望這個品牌 在台灣的汽車市場 甚至包含了全球 都可以長長久久 我也希望它能夠不斷的成長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車款 看到這邊有這麼多道具 為什麼我們又要再試一次URX 我大概在兩個禮拜前 在納智捷總部 做了一個秘密的賞車 以及被原廠教育訓練之後 誕生的這台車 今天的影片 稍微特別一點 我們先講價錢 它現在有一個掌鳥優惠價98.9萬 然後如果是掌鳥優惠價過的時候 變99.9萬 我覺得這台車 它有 西柱之前的五座 以及西柱之後的變化 它的名稱叫 納智捷5加2熱火版 但是我認為它應該是5加2 然後在一個刮湖裡面再加1 才對 為什麼要加1 加1就是這個 這張輪椅 希望所有人都不會用到它 但是當今天你的家人 你的長輩 用到它的時候呢 確實可以讓它不只是待在家裡 利用這台車 可以讓它的視野無限的寬廣 可以讓它臉上有更多的笑容 又或者是可以讓它去郊外走走 呼吸一些新鮮空氣曬曬太陽 我相信這個是這個車誕生的原因 納智捷出了一台非常有溫暖的車款 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試駕的 納智捷5加2熱火版 今天我們的重點會擺在 後車門 兩側車門開啟之後的便利性 首先第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一樣有一個斜坡 這個斜坡 在我們今天介紹的車型 它是標配 我為什麼會說它是5加2 刮虎加1 當今天你需要用到 不管是你去大賣場購物這個滑軌 這一個很便利的小車子 小朋友最愛了 這樣就可以把它固定了 如果下面有一些煞車 或者是一些掛鉤就可以讓它固定了 你去大賣場購物這個就很方便了 另外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放到旁邊去 第二個 如果你把第二排椅背倒平之後 這個假大車 一樣可以很輕鬆的上車 第三個最重要 當今天你的家人 需要用到這個的時候 因為納智傑跟這個 康陽行動輔具合作 所以推出了一個 上車之後 正好可以透過 下方這個 黃色的這個卡榫 讓坐在後面這位長者 可以很安穩的坐在後座 其實啊 它還有一個功能 我上次在納智傑原廠有講過 因為 這一個座椅 安裝在後座的時候 它是在 後軸的中心孔之後 所以它會有一些多餘的震動 那如果長者覺得坐在後面會不舒服 其實 你把它推到 後座 把門打開 攀扶著它上座 然後把這個椅子 不需要再費力的收折 直接 透過這個滑梯 把座椅放在後座 它就少了 你很麻煩的 你要收折這個座椅的功能 就直接可以放上去 然後只要到了目的地之後 再把它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 推著輪椅 載著長者 去郊外走走 除了我們剛剛介紹這些以外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你看我現在這個 原本的軌道 斜坡軌道 變成了一個餐桌 你只要透過這兩個配件 裝上去之後 裝上去之後 太好了 變成一個野餐桌 最後一個就是 你把原本這個滑梯 收回去正常的位置 它還是有很便利的 兩側的 這個很像那個阿法 當初的兩側的收折 把它放下來之後 從原本的五座 就會變成現在的七座 所以也代表什麼 不管你是自己希望 常常可以去郊外騎腳踏車 放個兩三台腳踏車 一大兩小 或是兩大一小腳踏車 又或者是 你有七人座的載人需求 以及 你有家裡面的長輩需要出油的需求 而且他需要坐輪椅才能夠出門的 變成是這台車在吸住之後 它有這麼多的功能 這個是我們今天介紹這台車的重點 至於在吸住之前 它和我們之前試駕的URX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不再做其他的 動力操控以及電子配備 甚至包括安全配備的介紹和試駕了 但是 我還是要去講幾個重點 這支影片會有幾個重點 就是我希望 這個品牌 納智捷 它在未來 可以朝哪個方向去邁進 又或者是它未來 假設還要推出新的車型的時候 我想大家也應該知道 它還是有很多車型要推出 有些東西 我認為可以打掉重練 有些東西 我覺得可以朝哪個方向去走的 這個是兩個禮拜前 我跟納智捷一些原廠的人開會的時候 我也跟他們講一樣的話 那今天我把這些話 分享給所有的汽車使用者 在台灣的消費者 希望未來有一天 我們都會看到 我所建議的一些方向或車型 會出現在台灣汽車市場 納智捷向來在硬體規格上 甚至包含一個車體剛性 底盤的反應 它都朝向歐系化的標準來製造 和研發 車體剛性 和底盤反應 我相信有很多納智捷車主 應該不會打它的牆 但是 引擎規格 我們先介紹這具引擎 它的排氣量是1.8 最大馬力 原廠一直強調 它的最大馬力是目前 同級競爭對手裡面表現最好的 202P 扭力的表現30.6公斤米 它是單窩輪雙窩流的1.8升 窩輪增壓引擎 雙凸輪軸16氣門 搭配變速箱是六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我先講完技術規格之後 我來講一下 我希望納智捷未來原廠 首先第一個 不要去追求大馬力 要追求順暢性 追求油耗表現 所以 不管是引擎本體 鋼類直噴 又或者是 窩輪增壓技術再升級 以及搭載輕油墊 48V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如果今天這個價位的SUV 引擎馬力最大賣最好的話 那自己要朝這邊發展 可是現在不是 引擎馬力不是最大的賣最好 也代表 這一類車主它要的是什麼 更平穩更舒適的移動過程 而不是熱血抄架的移動過程 所以我覺得變速箱 從6速升級到8速 引擎的科技的提升 加上搭配48V 48V可以幫助油耗以及性能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在台灣常常會用到 尤其夏天 停車熄火之後冷氣不冷的問題 可以把它解決的話 我相信對於這個車廠 未來會有更好的發展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認為底盤 當然模組化底盤非常貴 但是如果可以推出模組化底盤 可以對應未來的 不管是SUV CUV 房車 Wagon Coupe 這些車型 讓它可以共同去攤提 這具模組化底盤 我相信對於這個車廠來說 也許剛開始會花非常大的成本 可是未來如果車型一多的話 攤提的情況下 除了第一個 你可以讓你的操控 舒適各方面可以兼顧 你只要工程師可以做一個 模組化底盤的研發 第二個部分就是 大家共用這個模組化底盤 可以降低車廠的成本 這個是我認為 在機械結構的部分 你不用管懸吊是不是獨立或非獨立 你要的是結果 如果結果 你可以兼顧到這些 而不是什麼60砂彎變80 很快很棒 這個沒有用 你要的就是移動過程的安全 舒適和平穩 說到安全 我們來講它的內裝 13年前左右 納智傑誕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輔助架在哪裡都還不知道 這13年集團有非常多的員工在研發 第一個引擎 第二個車型外觀的設計 第三個底盤 第四個就是這些電子配備 那時候我記得還是跟HTC 有做了一個SYNC Plus 包含了EGO View Side View 這些在當時是讓大家覺得很驚艷的配備 但是13年後的今天 它幾乎還是停留在 當時13年前發表了 我記得是MPV 後來SUV那個時代 一直到今天所有車廠 都已經把入門的價格 越降越低 就可以搭載了輔助駕駛 在納智傑上面一直到URS才有 而且還不是全套 輔助駕駛的配件 你如果要靠自己研發 你要花非常大的成本 你買現成的 就好像變速箱 EAT8現成的買很好買 你只要塞桃對桃就好了 當然我可能講的是很簡單 可是對車廠的執行面來講 可能會很困難 可是我認為 如果今天你有這麼多員工 你應該可以去克服這個問題 不管是Denso或是Bosch 的輔助駕駛系統 又或者是這個螢幕 都有很現成的 你只要在軟體的控制上 包含了螢幕軟體的控制上 請工程師做一些 符合台灣道路使用者和駕駛者 他們喜歡的配件就好了 當你現在研發任何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廣邀消費者去實際的使用 而不是門關起來自己覺得好就好 這個是我認為 納字節未來要改變的一個地方 我也希望納字節的高層 甚至原廠的高層 母廠的高層 都可以看到這支影片 讓這個品牌在台灣 是越來越受到更多的使用者 和消費者去肯定的 我們光講輔助駕駛 車道居中也好 全速域ACC也好 車側盲點也好 甚至包含車側攝影機 這些東西其實 在台灣 是非常簡單容易可以做到的 台灣最強的就是什麼 就是晶圓 就是晶片 就是3C 就是軟體 就是一些軟實力 這些東西在台灣是非常強的 如果能夠廣邀這些專家 來為未來的納字節車款去做這些東西 我相信 安全配備的高階輔助駕駛 便利配備的螢幕操作 甚至小到一個很貼心的 雲端的未來雲端技術 5G已經開始了 未來雲端技術 可以做到的一些 車輛跟駕駛者互動溝通的一些程式 如果可以做到這樣 你現在特斯拉 聖誕節可以播聖誕節的東西 如果說是 你生日他會播生日快樂 就是很簡單的 很貼心的這些小配備 而是讓這些東西超越所有車廠 這個是納字節 你有的優勢 因為你來自台灣 你有的實力 就是在我們有非常強大的這些 電子科技的一些廠商 包含了我們有台積電 我們有很多非常厲害的這些 電子科技的人才 如果可以集合這些人 然後做出來一台 真正符合台灣使用者使用的車款 讓全世界的消費者 都可以羨慕台灣的駕駛者 你用我這台車 然後 口碑很重要啊 現在網路那麼發達 如果說今天你在台灣創造出口碑 你在行銷全世界 我相信 它會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外銷的經驗 還要來得好 在台灣先把車做好 把硬體軟體各方面升級做到最好 再外銷出去的話 我相信全世界的消費者 接收納字的機率就高了 今天的影片 我們沒有太多的試車 因為這台車我們已經試過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我們試過這台車 但是我們強調的就是 希望這個品牌 希望未來推出的車型 是更好更完美的 最後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原廠有特別強調這台車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它是少數七人座 除了Outlander以外 它是唯二 這個級距百萬以內七人座 但是它還多了一個輪椅的功能 然後還有一個斜坡 第二個部分 納字傑除了這次發表的這個 5加2熱火版以外 它也同步的改變了它一些 在URS上面的一些銷售策略 首先第一個就是 五人座的UIS 一樣推出了A-DAS輔助駕駛的自駕款 它的售價是89.8萬 如果加價1萬塊 升等94.8萬AR環境的攝影機 它的價值是4萬塊 然後再送原廠的衛星導航 它也是同級車唯一搭載A-DAS 360度環境 還有AR View Plus 行車AR影像 等安全配備之中型SUV 最後一句可以不用講 但是我還是講一下 就換新只要85.9萬 除了這台5加2以外 它們在其他URS上面 也做了一些配備售價編程的改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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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